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从小跟他也是经常聊天 但是当我工作的时候其实说话的机会越来越少 然后当我爷爷去世以后 我觉得也没有好好的一个机会去跟他讲我的心里话 所以刚好这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写给爷爷一封信 我觉得一定要把自己这几年来想说的 想回忆的和他分享的告诉他 爷爷和我心中的那棵炮筒树 亲爱的爷爷 那年冬天好像没有那么冷 应该是您爱的温度让我没有感到含义 您一直都是那么慈爱地关心爱护着每位亲人和朋友 尽管您从小并没有得到过太多的爱和关怀 您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 您的肚子是尝试 失去母亲时大概也才八岁吧 可能这样一个并不完整的家庭 让您拥有了更加独立的性格 和不怕吃苦的精神吧 您坦然地接受着 面对着 每一次生活带来的冲击和考验 您不到18岁就去协场打工了 用自己的巧手 不邪 挣钱 凭着个人聪慧的天赋 和熟练的技巧 与身边的同事 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同时 您那正直 真诚的性格 一直影响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您喜欢唱川剧 喜欢拉尔胡 单纯地喜欢着 做一切与人方便的事 也正因为这样的个人魅力 拥有了一位最爱 最疼您 并愿意和您相伴一生的妻子 这是上天给您的恩赐 是一段开始了 就不再孤单的人生旅程 在最相爱的时候 拥有了您的孩子们 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享受着天论之乐 我一直记得 在文化街 老家那段辛苦而幸福的生活 您照顾着家里的每一个人 教会了大女儿丁鞋店 教会了儿子修家店 这也为我爸日后 在当时福利最好的工厂做技术员打下了基础 而您有了本领 您也有了更多时间 去继续您爱的川剧 擁有着一副青山嗓 在新凡镇 乃至新都区 都是手取一指 老家门口那棵大树 您还记得吧 那是小时候 那是小时候 我和您亲手种下的一棵小树苗 也是我种的第一棵树 我想 那时您也把最深的爱 种在了我的心里 有了爱的滋润 这棵泡桐树 长得非常好 您经常带着我们在树下乘凉 没事就会给我们讲故事 告诉我们 善良 真诚 有多重要 生活虽然艰辛 但一定要让我们记住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我一直紧急着 您说做人要踏实 要像修房子齐砖 一匹一匹的耐心气好 这样住成的房子 会非常坚固 像这样简单的道理 您还说了很多 没怎么上过学的您 知道的人生哲理 比很多上过学的都要多 我常在想 如果给您一个更好的环境 您一定会走出更广阔的天地 您常说自己是国防身体 年轻时 就常骑自行车 去各地作为票友 给大家表演穿举 所到之处掌声雷动 您就是全家人的偶像 而您的车后座上 一定坐着我这个跟皮虫 跟着四处长见识 是好吃的 当一桌菜 有了凉拌鸡块 你一定会先把鸡罐夹给我 还念念有词 未来 我们继续要独在澳头 外面的您 是被大家崇拜的青山嗓 在家里 又作为大家长 教导着一代又一代 孙女 成了大家尊敬的教师 孙儿 成了用音乐 传递爱的励志歌者 小孙女 也为了维护家庭 而努力不懈工作着 写到这里 我还想和您说 几句心里话 我出生在只有八平方米的小屋子 小 而温暖 也很充实 记得每次我犯错 您最护着我 我会藏进您的被窝里 得到熟悉的安全感 邻居家的小狗 不小心咬伤了我 你一边 果断处理伤口 带我去医院打针 一边 安慰 因受到惊吓而大哭的我 您就是我的大树啊 我习惯了 和你一起在树下乘凉 习惯了 饿了 凌晨起来 和你吃泡菜米饭 习惯了 我生病发烧时 您坐在我床边 忽然从身后便出玩具小火车 那可是要花您半个月工资 才能买到的绿皮小火车 习惯了摸您的大耳朵 和您比手掌大小 看您炫耀大拳头 而如今 我不得不习惯 没有您的这一切 电话那头 不再听到熟悉的那句 你 你好好工作 抱住身体 我身体好得很啊 不再听到熟悉的二呼声 不再听到那幅青山桑 就连 就连 就连那棵炮桶树 也因为拆迁不在了 但您最好的样子 已经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每当我闭上眼 我都能感受到你的力量 放心 我已经把 你喜欢的川剧 融到了我的音乐里 那首《数道难》 您听到了吧 您听到了吧 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 都写进歌里面了 现在的我 已经当爸爸了 我会好好爱我的小家庭 我的孩子们 会保持我的音乐的热爱 尊重孩子们的理想 和爱好 等他们长大些 我也要 和他们一起种树 种下心中那棵 可以遮风挡雨的 泡桶树 爱您的 最爱您的几晚 最爱您的几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通过书信的方式 把我自己的情感 把我自己的温度 记录在 信纸上面 我应该从来没有给爷爷写过信 这辈子没有写过一封信 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亲必写封信给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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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